如果我们现在人在高雄骑津 可以明显感受到风真的非常的强 因为现在骑津平均的风力 大概是在12级左右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摄影记者的安全帽呢 其实已经刚刚被瞬间的强风吹落了 现在在这个道路上 等一下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捡起来 那么现在呢 在这个骑津的马路上可以看到 因为有许多的垃圾被风捡出来之后 现在全部都在这个道路上 到处飞舞那么也直击到了 有这个垃圾桶啊 还有三角锥 已经被强烈的风势给直接吹跑了 那么目前在骑津的街道上 看起来已经出现一些凌乱的状况 那么也有街道的店面帆布啊 或者是这个招牌 都因为受到强烈阵风的影响 目前看起来已经有一些凌乱 那么现在在骑津地区的 最高的这个强阵风空旺地区 可能会到达14级阵风 因此要提醒大家 现在的风势真非常的强劲 千万要记得没有必要别外出 以上是我们先行这件事情情形 将进行交往给彭内主播 看起来 好 好 谢谢大家